3月11日晚有网友晒出那扎参加闺女婚礼的视频 视频中那扎身穿白色外套在舞台线上舞蹈 看着鼓励那扎在舞台上那婀娜性感的舞姿 再配上可爱俏皮的丸子头 整个人仿佛都是舞台上的焦点 也因此迎来了现场观众们的一片掌声和欢迎 当然了参加婚礼接捧花这一道环节自然是不能少的了 在主持人的组织下各位伴娘们开始紧张的等候着期待捧花的到手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捧花最后居然还是落到了我们的女神古力那扎的手里 那扎在拿到花之后愣了几秒后才开心到跳起 希望鼓励那扎也能如愿早点找到自己的幸福啦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